2024年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是谁 可能有人说是基敏级核潜艇 英国海基核打击力量的重要发射平台 对得起一个主力的名号 也有人说是伊利沙白级航母 作为全世界为数不多 可以自行运营航母的国家 航母战斗群代表的是大英帝国的脸面 而作为脸面的两个航母战斗群 自然也对得起一个主力的称呼 不过火力军认为 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 既不是核潜艇也不是航母 而是驱逐舰 也就是目前服役最多的四五型驱逐舰 但四五型驱逐舰有个问题 它既称得上是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 但却又无法发挥作为主力的作用 这是为什么呢 之所以四五型驱逐舰是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 是因为作为核打击力量的金敏级战略核潜艇 一旦对地球上某一个目标发动导弹 那么它的举动将被视作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战略核潜艇虽然火力绝对强劲 但泛用性太差 无法在各种任务中都派上用场 而伊丽莎白级的两艘航母 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威尔士钦王号 则比较恶搞 虽然英国人确实拥有两艘在21世纪堪用的航母 但它们的可靠性却不像当初设想的那样 频繁的趴窝 所带来的档机问题 以及F35笔机队高昂的购买 以及运营成本 也让它们不能像美国航母那样 满世界执行各种任务 宣扬大英帝国的存在感 而四五型驱逐舰就不同了 作为一艘驱逐舰 它可以满足防空反舰对岸火力支援 以及反潜在内的各种任务模式 简单来说就是万金油一样的存在 四五型驱逐舰又称勇敢级驱逐舰 是英国皇家海军在21世纪 面向海上作战任务 所开发和建造的一型全能型驱逐舰 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欧洲第一舰的美誉 对空火力方面 它拥有一套48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 用于发射紫苑15或者紫苑30防空导弹 紫苑15防空导弹 可以负责1.7到30公里范围内飞行的空中目标 主要负责四五型驱逐舰 内圈点防空的任务 而紫苑30的射程则在3到120公里 主要负责外圈区域防空 以及舰队防空的重任 这些导弹有一套位于桅竿顶端的 SAMPSON多功能空中跟踪雷达 提供目标数据信息 这套雷达是英国航语海事系统公司 所制造的骄傲之作 它在21世纪之初 就采用了有源电子阵列扫描雷达 而美国海军的伯克级 也要等到伯克3才有这个待遇 这套雷达位于主围杆顶端 在每一艘四五型驱逐舰上 都安装有两面这样的雷达 雷达通过机械扫描 覆盖360度范围的扇区 同时有一个不规则的球形整流罩 以避免雷达遭受风雨的侵蚀 或者外来义务的撞击 从远处看来 四五型驱逐舰 维杆顶端的雷达 就像一个皮球一样旋转 场面非常滑稽 所以四五级又有了一个 顶个球的说号 对海火力方面 四五型的选择也非常有特色 它的主炮是一门 BAE系统公司的MK8 MD-1型舰炮 并且采用了 切削半球样式的 隐身火炮整流罩 比较特殊的是 MK8的口径并不是美军军舰 或者意大利产品 常用的127毫米5英寸 而是英国皇家海军传统的 4.5英寸113毫米 这种火炮从1938年开始 就成为了皇家海军中型舰船上 使用的最主要的火炮口径 除了主炮以外 四五型还拥有 两门30毫米口径副炮 两台20毫米方阵快炮 以及竖艇M134 以及L7AR机枪 用来防御自杀式小艇的袭击 动力方面 四五型驱逐舰采用了 先进的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它并非像其他的驱逐舰一样 采用燃气轮机来推动螺旋桨 而是采用两台LOS-LICE的WR21燃气轮机 驱动通用电器提供的交流发电机 为两台感应电机提供电力 每台这样的电机 可以输出20MW的功率 约合27000马力 这样做的好处有很多 首当其冲的 就是四五型的核心区 也就是它的动力舱 可以分开布置 在原先的驱逐舰上 不管是使用燃气轮机 柴油机 重油锅炉 或者是蒸汽锅炉的驱逐舰 它们的动力舱布置 都必须前就主机位置 在主机位置确定之后 沿着主轴 依次向后布置各辅助设备 一直到舰尾 连接到螺旋桨的传动轴上 这样一来 在绝大数驱逐舰上 动力舱就是舰身中央 水线以下 一个长条舱室 当这个长条舱室的任意一点 遭受攻击 那么军舰将立即失去动力 瘫痪在海面上 成为活把子 而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所带来的好处就是 燃气轮机 发电机 电动机这三个大部件 可以分开布置 互为备份 导弹或者炮弹 必须同时摧毁这三个部件 才可以瘫痪这艘船 其次 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所采用的WR-21燃气轮机 综合了压缩机中间冷却 和废热回收功能 在低负荷和中等负荷下 比以前的船用燃气轮机 效率高得多 能让四五行驱逐舰 以18节的速度 续航7000海里 满足英国皇家海军 全球部署的需要 并且这套动力系统 在高速航行时 表现也不差 四五行手舰 HMS勇敢号 在2007年8月的海上驶航中 在70秒内 就达到了29节的射击时速 达到了31.5节的最大战速 也只不够耗时 区区120秒 每一个正在看视频的老舰长 应该都能意识到 这样一套出色的动力系统 到底能给四五行驱逐舰 带来何种出色的作战表现 没错 在反潜战方面 四五行驱逐舰 凭借着这套出色的动力系统 可谓是舰艇的噩梦 在反潜战中 航速和加速性能 就是驱逐舰 能否战胜潜艇的关键所在 高速可以让驱逐舰 在短时间内 以自身的声纳 探测更多的海域 抓住潜艇 可能藏身的地方 当潜艇想要逃逸 高航速的驱逐舰 也可以死死咬住潜艇 让其无法逃脱自己的 反潜直升机和鱼雷的射程 最后 出色的机动性 意味着驱逐舰 在潜艇拼死一搏时 有更大的几率 规避掉潜艇发射的鱼雷 保护自身的安全 从各个方面来看 四五级简直是 每个热衷于反潜的舰长 所梦寐以求的舰艇 而且全电力推进系统 带来的好处 我们在西北风级那期 也提到过了 那就是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可以依靠将噪声较大的燃气轮机 不止在水线上方的方式 配合减震伏伐 让潜艇声纳 更难不获到自身的声音信号 甚至影响到潜艇发射的 生自导鱼类的导航 在反潜战方面 四五行在舰手安装有 中频Ultra EDO MFS7000声纳 用来探测潜艇的行踪 并且还可以发射SSTD 主动鱼类诱饵 在潜艇的攻击之下 保证舰艇安全 在攻击手段方面 四五行驱逐舰 拥有极大的飞行甲板 甚至可以容纳在海上 进行直弩干大小的 重型运输直升机 进行骑降维护载不及任务 而机库空间则可以容纳一架 重型的梅林 或者两架中型的山猫 前者可以携带四枚 黄鲦鱼反潜于雷 而后者则能携带两枚 在攻击时依靠数量 来弥补载弹量不足 总的来说 在表面上 四五行驱逐舰 算是对得起媒体 给它的欧洲第一件的名号 但别忘了 在这之前我们提到过 四五行在外号上 还有一个顶个球的绰号 这个绰号不仅代表了 四五行的外观 还代表了它某种程度上的 要这样一种全能驱逐舰 四五行的诞生 主要是为了取代 福克兰群岛战争中 所服役的四二行驱逐舰 在福克兰群岛战役中 面对完全不占优势的 阿根廷海空军兵力 英国皇家海军的 四二行驱逐舰 不仅没能保护好舰队 还在挂载有飞鱼导弹的 阿根廷攻击机的火力下 造成了自身的损失 极臭名昭著的 HMS谢菲尔德号被击沉事件 这主要归结于四二行的落后 以及随舰安装的 海标枪导弹防御系统 火力密度不足 反应时间过程 并且最恶搞的是 当时在美国海军中 早已普及 作为舰艇最后一道平护的 方阵快炮 在四二行上一门也没有 那这个问题 谁来背锅呢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是在苏联方面 由于反舰导弹的威胁 所以冷战前中期 建造的驱逐舰 基本上也都是打杂舰 没有出色的科技和火力 也不过分强调多用途性能 在舰队作战时 要依靠数量来取胜 但在马岛战争时期 苏联已经陷入了 全面的战略收缩态势 于是一种新的驱逐舰计划 被北约各成员国提出 1987年 美 英 法德义等国 展开了一项 新一代北约通用 中型防空舰艇合作开发计划 即北约90年代 护卫舰替代计划 或者可以被称为NFR90 虽然总需求高达50艘 但因为各国不同的要求 该计划很快流产 随后 英 法合作开始展开一项 未来护卫舰计划 简称为AAF 这个计划后面吸引到了意大利 在意大利加入 并提供了自身的先进技术后 项目被变更为CNGF 这个项目的产物 就是现在法国和意大利 都共有的地平线级驱逐舰 当然地平线级重通用 而轻火力的设计理念 而英国人为了弥补 42型驱逐舰 防空火力沉弱的问题 而开发下一代驱逐舰的设想 背道而驰 所以英国于1999年 退出了这个计划 并且还顺走了 共同开发的 区域导弹防空系统PAMS 在经过这么一圈 绕远路之后 英国人终于在PAMS的基础上 开发了属于自己的驱逐舰 45型驱逐舰 但第一强很丰满 现实很苦感 在45型的大体设计 求要定之后 很快伊拉克战争爆发 决心加入伊拉克战争的英国 不得不使用 制造驱逐舰的经费 加入这场战争 所以45型虽然设计的很好 但从一开始 就因为资金问题 而面临难缠的问题 最初45型驱逐舰 预计建造12艘 总共分3匹 第一匹从原本的3艘 扩充为6艘 第二匹与第三匹各3艘 虽然这个造舰计划很宏伟 但是没有钱 却是寸步难行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 为了维持英军 在两地的持续存在 无法拨出军费的英国政府 并且在出售完 无敌级航母之后 英国还在考虑 新舰两艘21世纪航母的计划 即伊地沙白女王级 所以这进一步削减了 原本属于45型的经费 在2004年年代预算中 45型的总产量 就已经被削减到了8艘 但乌漏偏逢连业语 在2006年底 英国国防部宣布了 新一波的舰队裁舰计划 除了6艘提前出役的 驱逐舰护卫舰外 英国政府还决心 把单舰成本 已经涨到10亿英镑的勇敢级 也就是45级驱逐舰 总的造舰计划 进一步砍至6艘 所以这也就是 我们现在能看见 为什么45型驱逐舰 作为欧洲第一件 只有可怜的6艘的原因 当然 既然45型的造舰经费 被一砍再砍 那它的实际作战效能 到底有多少 就必须好好说道说道了 好了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 实际上 顶个球并不完全是 对45型外观上的调侃 还是对它得不配位的赞誉 所进行的一种不满和发泄 实际上 作为皇家海军的绝对主力 技术状态上顶个球的45型 其作战效能 也就只能用顶个球来评价了 首先是45型最先进的 PAMS海毒蛇防空系统 绝对的核心 SAMP S1雷达 这台雷达虽然使用了 非常先进的 有源电子扫描阵列 但它却有一个致命缺点 当我们综合博克 无源相控阵 和45型的有源相控阵 来综合比较面积 就能发现 45型的雷达天线面积 远小于博克级的四面盾 它的阵面高度 仅为2.4米 在所有带盾的战线中 恐怕连星座级的三面盾 也比它要大 在相控阵雷达中 主要其作用的是 雷达天线上的TR模块 雷达通过这些模块 才能进行基础的探测 和扫描功能 换句话来说 现在的雷达 就是在比TR模块的多少 ACMPSON雷达 正是使用TR模块的数量 和天线面积为代价 换取了在有限的成本下 尽可能地提高天线的性能 而另外一个点则在于 ACMPSON虽然是相控阵 但它的雷达只有两面 并不足以完全覆盖全部空域 只能以背靠背的模式 通过机械扫描旋转 来覆盖全部空域 这就意味着 如果某一天 四五型主位杆上的那个球 因为任何原因而故障卡死 四五型都将失去 对空情态势的全方位感知 其中的危险不用火力军赘述了 在火力方面 四五型有且只有一种吹发单元 即发射紫苑系列导弹的 希尔瓦A50 它和美国海军的MK-41 最大的区别在于 希尔瓦是一种防空导弹专用吹发 它无法像MK-41一样 兼容标准 拉斯洛克 先进海马雀等弹药 更要命的是 这样的吹发 四五型一艘只有48单元 其火力密度 远低于阿利伯克级系列的水平 仅能在欧洲内部呈威风 另外一个最大的威胁是 紫苑15和紫苑30 在射击之初 是一种防空导弹 其升级性并不支持 他们进行和美国海军 标准系列一致的 反弹道导弹操作 则人有消息称 皇家海军正在采购 紫苑30NT Block E 来赋予四五级反导能力 但它和标准系列究竟差多少 还是要打个问号的 而且由于成本的限制 四五型严重缺失 其他攻击手段 仅能作为一种防空特化件而存在 一开始因为成本问题 四五型实际上没有超视距反舰火力 仅能依靠舰炮对水面目标进行打击 后来还是拆了二三型护卫舰 上面的鱼叉发射架 才让四五型有了超视距反舰能力 但由于只有报废一艘二三型 才能让一艘四五型获得反舰能力 所以截止到目前为止 六艘四五型中 依然有两艘无法发射鱼叉反舰导弹 当然鱼叉这烧火棍打出去 到底能不能起作用 也是个值得吵架的问题 反舰方面则更值得吐槽 反舰火力更是凤毛麟角 四五型自身并不具备 北约的324毫米反舰导弹发射器 垂发也无法发射阿斯洛克火箭逐飞鱼雷 等于说遇到潜艇 四五型只能通过直升机发起对潜打击 但直升机也不是万能的 在皇家海军的直升机中 只有梅林这种重型直升机 可以携带调防声纳和声纳浮标 其他的直升机想要对潜打击 只能通过四五型的数据店 来为黄雕鱼反舰鱼雷 装定射击猪猿 那是不是当个提供潜艇位置的 反舰花瓶就挺好呢 也不是 四五型的全部升纳 尤其只有舰手升纳 缺少船壳升纳 以及拖延升纳 无法形成升纳阵列 对不同深度不同密度的海水 进行有机补盟 并且此升纳 也并非完全为了对潜探测而安装 其另一半作用是 为了充当鱼雷防御系统 SSTD中说一下真听手段 不过好在四五型的反舰能力 虽然堪称废物 但那个给反舰能力 无限加分的 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它的可靠性也好不到哪去 四五型的 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可靠性 堪称重种设计 在问题作为严重的2017年 四五型驱逐舰 共计丧失能力1671天 占全部可出动时间的76% 2020年 六艘四五型 共计出动仅339天 2015到2020年 每艘四五型 年均出海76.5天 多年平均在航率仅21% 至于出了什么问题 据推测应该是 WR21燃气轮机的故障 作为四五型的心脏 WR21就有严重水土不服的毛病 非常点重点的是 WR21设计面向是北大西洋 对热带亚热带海区的 使用环境考虑不足 所以在地中海 波磁湾 红海等区域 WR21就会出现严重的 功率丢失的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因为综合电力推进系统的 一个好处就是在于 哪个部件需要用电 就给哪个部件用 比如武器系统需要用电 但此时WR21开始丢功率 那软件系统就会介入 将一部分推进用电 转给武器系统 但这套软件调整系统 底层逻辑堪称史山代码 在计算机系统 发现轮机输出功率降低时 它的第一反应 往往不是开始调整 各用电系统的功率 关停不必要系统 而是直接开始尝试 提升轮机功率 以达到目前的电力使用需求 那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很简单 超负荷运转的轮机 马上死给你看 然后就是全舰当机 变成浮飘在海上的靶子 总的来说 四五行驱逐舰 在刚出事的时候 拥有当时世界第一的防空雷达 数量尚可的垂发系统 性能不错的防空导弹 以及设计理念 闲进的综合电力推进系统 它还是可以称之为 欧洲第一舰的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当初造舰时 经费不足的恶果 也就暴露了个一干二净 故障频出的推进系统 缺少的反潜反舰火力 不可升级的紫系统 让四五行驱逐舰 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尤其是当有缘相控阵 在军舰射级上成为标配之后 四五行作为防空特化舰 所拥有的最后一点尊严 也将被剥夺 而后继的替代者 二六行护卫舰 HMS格拉斯哥号F88 已于2022年12月3日下水 四五行驱逐舰 这个不体面的落幕 也快要到来了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视频见